安波华语足球快讯 2022年8月12日 曼联加入伊卡迪争夺战 据Tike报导 末路伊卡迪本赛季在圣日门没有位置 主帅加尔迪亚Christophe Gaultier 已经告知他要寻找新的球会 一切都表明末路 伊卡迪将在这个转会市场离开 两家球会正在关注他 曼联和加拉塔沙雷 末路 伊卡迪已经开始与圣日门的其他球员分开训练 他看好转会到曼联 这可能会以租借附带购买选择权的方式操作 另外加拉塔沙雷也对这名球员很感兴趣 他的妻子兼经纪人已经与该球会进行三次会面 如果谈判成功 末路 伊卡迪将被租借到加拉塔沙雷 圣日门将承担球员大部分薪水 本赛季首场比赛 末路 伊卡迪并未得到征兆 加尔迪亚命令他与球队分开训练 在这种情况下 球员已经开始寻找下家 感谢你的收听 紧记关注我们的频道 还要点赞哦